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讲的是1191题k concatenation max sum 那么这道题目的话,我们可以reduce到经典的k等于1的情况 就是maximum subarray sum这样一个经典的DP问题上面去 那么通过筹解k等于1的情况,k等于2的情况 我们就可以推出k等于任意义数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题的时间复杂度和k没有关系 只和这个数组长度有关系 那么时间复杂度是on,空间复杂度是o1 那早期之前还是不要忘记先订阅我们频道,打开小铃铛 接着我最近通知,每个人会有现在视频上传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描述 题目描述是给你一个interge array,然后一个interge k 让你去把这个array重复k变 那么比如说array等于1,2,那么k等于3 你重复三变之后的话就变成1,2,1,2 那么它的问题就是说让你在这个新的重复过k的 k次这样一个数组中找一个maxim的subarray,sum 就是找一个连续的区间,使得这个区间那里面的元素的核最大 那么这个题的话是允许你是空区间 就是这个可以是没有任何元素,那么这个时候是0 而这种情况的话只存在于你所有的元素都是负数的情况下 那你就没有必要去取任何一个元素了 一旦你这个数组中有一个正的元素的话 那你就取这个正的元素就可以了 然后说这个答案会非常大 所以说让你去对答案进行对16次方加其取 这没什么影响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规模 数据规模的话是数组的长度是到了10到5次方 然后这个k也是到10到5次方 如果说你用一个naive的方法去 首先的话你去生成这样一个repeat k次之后的数组的话 那么这个数组的长度的话 数量即是在10到10次方 先不说时间 那么你的空间就不够 它空间的话就需要使用到几十个gb的内存 那么空间都不够 所以说肯定不是不能用这种naive的方法去做 那么你会发现这个k的话 其实和这个问题的时间复杂度没有关系 只和最后答案有一点关系 那么好 那么我们先来看k等于1的情况 那么我们再来推当k大于1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去用k等于1的解 去构建k大于1的解 好我们看一下讲义 那么这是一个当k等于1的话 它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dp问题 当然你也可以用状态记忆来表示 它有两个状态 一个是重置 一个是累加 当一开始的话 你在这个重置状态 你的核是0 然后你就直接进入累加模式 每次累加的话 你就把当前这个元素加在我这个核上面 如果和大于1的话 我继续进入这个累加模式 如果和小雨0 那么我就重置 一旦我和小雨0之后 我完全就没有必要去使用我之前的元素了 那么任何元素对我来说都是浪费 我全面重新开始 也比累加在一个负数上好 所以说它的状态非常简单 它的状态如果你要写成dp 这个状态转移方程的话 那么dpi就等于这个dpi-1加ai 或者在和0中取一个最大值 就是如果ai加dpi 小雨等于0的话 那么我轻人不要 我重新开始 那么你会发现所有的dpi的话 都是大于等于0 这条题目的话是允许有空的这样一个array 有些问题它不允许有空的话 要稍微处理一下 anyway这是第一个k.1的情况 那么我们看一下k.1的情况 它数组中这样一个取值有哪些情况 第一个情况的话就是整个array 它的和就是我的最大的这个和 那么我可以用整个array 没问题 那么第二种情况的话 就是所有的元素都为空 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所有的元素都是负数 那么你最后选取的这个数组就为空 答案就是0 这是这个特例 那么最常见的话 就是说我取中间某一段的元素 中间某一段元素 i到j 然后的话那么从0到i减1都不能用 然后到也不是说不能用的话 它里面有可能出现和它相同的核的这个数组 或者说小于等于它的核的数组都有可能出现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它有个什么性质呢 就是说以ai减1作为结尾的这样一个元素 你的起始元素是可以任意一个元素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任意的这样一个array 以i减1作为结尾的话 它的核一定是小于0的话 小于0 否则的话我就可以拓展我这个边界 去包括这个一个数组 另外一个数组它以i减1结尾 这个数组的核如果是大于0的话 我完全可以拓展边界 拓展过去 所以说这个它的话 它前面的数组到i减1为之所有的 后就是以i减1作为结尾的任意的子数组 它的核都是小于0的 同理那么这边以j加1作为起点的所有的子数组 它的核都是小于0 否则的话我就可以拓宽这个边界 然后去包含那个子数组 然后这边注意的话就是说 这边应该是大于0 那么这边有可能说这个可以是i的话可以是0 是第一个元素 然后j的话也可以是最后一个元素 就是说它可以是一端的情况 那么这是比较常见的 就是不是整个array的情况 那么这就是k等于1的一个情况 那么有了k等于1的这个解之后 我们看一下怎么去推广到k等于任意值的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我要分两种情况讨论 第一种情况的话 就是我这个整个数组 它的核是不是小于等于0 如果小于等于0的话 那么来看一下 有小于等于0的话 就是假设我把这个数组拷贝两份或三份 那你会发现不管怎么样 你拷贝三份之后 你的subarray 你的这个maximum subarray 永远和这个长度为1的这一个版本 就是它这个长度为1的拷贝之前的版本 它解是一样的 因为它没有办法去复用这面元素 如果不连续的话 那么这边如果是不连续的话 你没办法用这边的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子数组 所以它的话 无论你拷贝多少份 它只能用中间这一段的话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的解和k等于1是一样的 那么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 你可以去用到第一 就是用这个第一份拷贝的右半部分 以及用到第二份拷贝的左半部分 那么去达到一个更大的一个 在原来的数组中 比原来的数组更大的一个子数组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再接第三份第四份的话 就就没有 没有不会 不能因为你没有办法用到第三份第四份 所以你无论是多少分拷贝 你和两份的结果是一样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k份的拷贝的值的话 值有可能之后和两份一样 其实就是取这一段 后面多拷贝没用 这边2511的话 它原来在一份上的话是2 如果是变成两份的话 它就变成4 那么你三份四份五份的话 也是4 只能取这一段 就是这边是这样取这一段 然后取这一段连续 就是说你不能连续的用下去 这就是因为它的核 你这个array的核是小于等于0 你没法用整个数组作为你的解的一部分 你只能用一个或者说用两个 所以说k大于2的话 对它这种sum小于0的情况的话 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那么你再多份拷贝也是浪费 所以说你只要求解k等1 k等2就可以了 那么k等2的话就相应是把这个数度复制 拷贝一份 然后在上面求解 求解完之后你就有了一个 这样一个中间这一段 那么这是核小于0的情况 如果核大于0的话 就是另外一种情况 如果核大于0的话 另外一种情况 核大于0并不是说意味着 它整个array就是最优的 比如说我这个数组 -2,5,1,3 那么它的核是正好是等于1 是大于0的 整个数组的核是大于0 但是我最优的解的话 是我取其中一段 那么这个的话最大值是6 对于这种情况的话 如果说我有k份拷贝的话 那么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首尾取其中一部分 然后我中间k-2份 那么是必须是使用完整的 这样一个数组 所以说我的解的话 就是从这里开始 从这个从这里的某一段开始 一直到结尾 因为我要连后面的元素 并且从这里的最前面开始到某一个元素 截止为止 那么这就是我要最后的包含的这样一个 subarray的一个区间 然后就是左边是不用嘛 右边也是可以不用嘛 就是从这边开始到这边必须是连续的 所以说我要用到这个数组结尾 然后这边的话又要用到数组开始 然后中间的话是k-2份完整的这样一个数组 所以说我答案这边答案也就是k-2乘1sum 那么我们发现我们可以把这个数组移过来 移过来的话我就是两份拷贝 那么这个最优解的话 就是和这个k情况是一样的 就是说我要找一个连续的最优解 连续最优解一定是 而且其实因为k这个sumarray是大于0的 所以说一定存在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把它变成这个maxsumarray乘2 这是我的一个解 那么后面的话就是k-2乘上至sum 就是整个k-2份完整的数组的和 这样的话你会发现这样的话 这个问题的话就和时间法度和k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我只要去用k-2乘上至sum 我sum就会变成就行了 然后把这一个两个数组拷贝一份 得到一个max2的解 就是我最后答案了 所以说我最后答案 那么我只要在这个三个里面取一个最优的 我也不会关心到底这个sum是大于0还是小于0 那么肯定在三个里面取一个最优的 那么就是说一份拷贝的最优解 以及两份拷贝最优解 以及两份拷贝加上k-2乘以sum 如果sum小于等于0的话 那么肯定不合算 如果sum大于0的话 那么这个max2加上这个的话一定是比max2大 所以说就在这三个三种情况中取一个最优的 就是我最后答案 那么时间复杂度的话是on 空间法度是o1 那么你会发现这个问题的话 可以在这个polynomial时间 reduce到我们这个之前讲过的k-1的情况 所以说从计算理论的角度来说的话 这个问题要比这个max2要简单 因为你知道怎么求解max2后 你就可以知道怎么求解这个问题 虽然它的逻辑思维要比这个max2要复杂 但是从计算理论上上面来说的话 它其实是比max2要简单 就是说因为你可以reduce到一个这个问题上去 如果你知道怎么求解max3的话 那么这个问题也可以被轻松求解 就这样一个意思 这套题的话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我觉得 然后你其实可以发现你这边的话 它其实可以把它做一个变形 如果说你把这个-3和这个-3交换一下的话 你会发现你的答案就变成了这个max1 就是51这样一个数组 以及k-1份完成了这个数组的拷贝 这两个答案是等价的 你可以证明这一点 这就是道题 那么看大法 大法其实也没有怎么好看的了 就是怎么去求解一份的情况的话 那么后面多份的情况的话 就可以隐忍而解 好这边我们定义了这个maximum array 这样一个function 那么我们这边传一个参数 2的话就是表示repeat多少次 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去拷贝数组了 2的话就是等于1或者2 那么1份或2份 这边就讲到之前讲到的这样一个 今年的dp问题 sum和answer 那么重复2份 然后对于每个元素变利 sum加点A 如果下0的话就重置成0 否则的话取一个最大值 然后answer在sum和answer中取一个最大值 那么就是我最后答案 如果k小于3的话我就直接求解 我就不用去关心多份情况 其实就是1和2的情况了 如果说k是大于等于3的话 我就要去考虑这三种情况 那么首先我们把这个整个数组的元素的和求解一下 然后求解k等于1的情况 以及k等于2的情况 那么我最后答案的话就是在k等于1的情况 然后k等于2的情况 以及k等于2 两份的数组加上k-2份拷贝 这边是两份 这边是k-2份 所以整个是k份拷贝 那么k-2乘sum加上两份拷贝的最优质 这是一份拷贝最优质 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一道dp题目 那么最后别忘记取购的这个是个专家机取鱼 那么中间的话要用长整形 因为它可能会溢出 如果用这个整形的话 那么照题的话就讲这边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欢迎在评论上留言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转发评论 投币关注 那么如果又想讲了题目的话 也欢迎在评论上留言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花 拜拜 拜拜